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好吃的停不下嘴的米汁豆腐 如果买豆腐的时候尽量买老豆腐 上面都有写或者买硬豆腐 如果太嫩的豆腐炸起来容易出水,效果不太好 先来做一个调味料,把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红糖、盐、生抽和老抽都倒在一起 加250毫升的水 再加入两汤勺的蜂蜜搅拌均匀 这个就用普通的汤勺就行了 如果你不太喜欢吃甜的,可以放一汤勺或者一汤勺半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,放在炉子上小火烧至红糖完全融化 不需要烧到沸腾,主要是为了浸泡一下香料,让它们出味 豆腐切成长条,大约1公分半左右宽窄就行 锅里加油,预热到150-160之间,下豆腐炸至金黄 这个要经常翻一下,以免粘底或者炸的不均匀 另外你放豆腐的时候要小心,因为豆腐的含水量比较高 炸的时候容易溅起油花,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都炸好以后就把它们捞起来,起锅备用了 如果你还是用同一口锅,可以把锅里的油倒出来 我是换了一个锅,把炸好的豆腐放在锅里 然后倒入烧好的红糖香料汤汁 汤汁尽量覆盖住2-3的豆腐,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加一点水 现在我们来加盖,用中火把它烧开,然后改小火煮大约10分钟 中间需要翻几次,尽量的使得豆腐上的汤汁烧的均匀一点 等到汤汁看起来是这样,滑一下锅底,汤汁不会很快回到原来的地方 能够露出来锅底,说明这个汤汁够浓稠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我们来装盘,装盘以后浇上剩余的汤汁,然后来撒一点芝麻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在表面浇上一点自家杂的香喷喷的辣油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信息处,看到自家做辣椒油的视频 现在我们来尝尝看,把它舀开来,豆腐里面也浸满了甜蜜的汤汁 这个用来配饭或者做零食都是好吃的停不下嘴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